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宝哥马上就要来找我了 然后我们是初步定在月底去拍婚纱照 所以今天我是要去做婚纱照前的准备的 首先第一步去染头发 想要婚照效果好 发色断层这件事千万别心存侥幸 找一下叶天老师 你这是什么样子 是染发 你走开看到你以为染了 半年前我的头发烫了羊毛犬并且染了黑色 因为我原本的发色偏棕黄 所以已经断层了 虽然不太明显 但是为了婚纱最后的效果更好 一定要染成同一个颜色 做了功课之后了解到 自然棕黑色系拍婚照会很有气质 尤其是拍中视 三分钟每出天际 其他发色的被婚姐妹要注意一下啦 今天的主要就是染一下颜色 然后修了一下发尾 我之前的头发都是找叶天老师堂的 她比较知道我的风格 分离前然后再来细红的做一次头发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现在要去做第二件事情就是美甲 因为拍婚照的话呢 指甲也挺重要的 你好 我是刚刚打电话的 对对 好的 谢谢啊 做符合拍照主题的美甲很重要 我之前拍过一组气泡写真 当时的美甲是彩色涂鸦系的 结果成天里的指甲非常出戏 所以吃一欠掌一致 拍婚照就做简单的罗色系 节约大气 不要贴太多钻 因为我贴了夹片做不了清透感的 但是这个罗色系我也比较满意啦 这会儿做完之下准备回家啦 看我骑了什么 我特别喜欢在这种天气 骑单春不冷不热 然后微风吹向自己 就感觉非常幸福 路边有卖花和小吃的 我就停下来 你们这花怎么卖的呀 好好看哦 金珠月不是黄玫瑰 花有时候不一样的 好的我在哪里付钱啊 啊这边 你好 你好买一盒 好 谢谢 出门一整天终于又回来了 开开心心的迎接宝哥啦 各位晚安